老婆 老婆 怎么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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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拿那个钱给我 什么钱 就是小宝宝昨晚不是过生日吗 然后他得的那些红包啊 拿给我啊 为什么要给你啊 拿给我妈保管啊 那也不少啊 是不是啊 五千块钱呢 那是小孩的 为什么要给你妈 不应该是我给的自己保管吗 我要给他存起来当学费啊 那是过生日呢 就拿到红包呢 就拿给老人管嘛 这样子老人 他想用多少 我妈拿给他就行了 小孩用什么钱啊 拿去都是你妈花的 我妈怎么可能花 他就帮你保管 我不需要啊 我又不是不会管 那你留在你身上早晚 都要用完了嘛 那是我的事 快点拿来啦 我拿去给我妈保管啊 那些钱都是我娘家人 宝宝的外婆给的 为什么要拿给你妈保管啊 为什么要拿给你妈保管啊 你家自己都没给 还好是不是要问我要这个钱 那都是在都是自己家人给什么 过个生日而已嘛 还要给什么钱嘛 一岁生日啊 一岁生日那 那我家都重视啊 你还要她的 爷爷奶奶的红包啊 我不要啊 都生活在一起了 你过生日还要自己红包干什么 我又没有说我要要 只是说 我家那边给的钱 我自己保管 你妈还好意思的问我要这钱 那 拿 拿给我妈保管啊 你看 我妈和我爸 是不是啊 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他们也没有钱用 我都说了 这个钱我要拿给爸爸当学费 我要存起来 他们没有钱 你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不是你没有本事 你有钱 你自己赚钱拿给他们呢 存起来 你能存吗 看到你这个样子 早晚会用完的 到你身上 用完呢 是我家给的钱 我想用完就用完啊 别老想打这个钱的主意啊 你家给的钱 你才五千块钱 你以为很多啊 就说的好像是 这点钱都舍不得 那你家舍得一百都没有啊 还舍得 还说我不舍得 你怎么 你连这个情话 啥也没有 我家一百都没有 你还想用我家给吗 我家都生活在一起了 是不是 你看 小伙伴跟我爸妈都生活在一起了 跟他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了 你还想问他钱 更何况啊 他爷爷奶奶都老了 也没什么收入了 是不是嘛 没收入就没收入啊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跟这钱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拿那个钱给我爸妈保管 他们 有时候需要用钱呢 也可以给他们用啊 说的好听就是 拿给他们保管 其实就是拿给他们用 是不是 你想给他们钱 你自己去赚 不算他们用了那也相当于是我们宝宝一个孝心了 是不是 你看 孝心 才一岁 一岁他也要喝奶粉 你用尿片啊 他们都不给 还好意思要拿这个钱 才一岁 然后就拿红包给爷爷奶奶用了 你看这个真的好有孝心的 说出去是不是 有孝心 有孝心 对啊 你想有孝心你自己给啊 别打 别打这个钱的主意 这个钱要么当学费 要么买尿不湿奶粉 他们这个当爷爷奶奶的都没给他 我都没说什么 哎呀 最深人的 那 他外婆外公给 那些给是很正常的呀 是不是 爷爷奶奶都在一起生活了 还要给吗 那不用给 人家是给小孩不是给你爸妈 对给小孩 但是 你拿这个钱 拿去 啊 给我爸妈 那相当于这个小孩啊 相当于一岁啊 就已经都 就已经 啊 能赚到钱 啊 孝敬爷爷奶奶了 那他为什么不去孝敬他外公外婆啊 啊 他外公外婆对他那么好 他都没有孝敬 要给是给我爸妈 我告诉你 他外公外婆又没有 跟他一起生活 为什么要孝敬外婆外公啊 因为人家对他好啊 对他好 生的时候也给钱 你要不吃奶粉 也偶尔给我们买 你爸妈给我们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 那给了有多少钱嘛 你给了多少钱啊 是不是 他过生日 宅 算一下来宅五千块钱 你觉得少了是吗 少了你自己贴上去吧 让他多 我真的是不想跟你这种 不要说贴不贴的 这种话啦 先拿给我妈 行不行 我妈去医院啊 这些也可以用啊 不然我妈去医院 买个药都没有钱 那是你没用 五千块钱都要来这里算计我 我哪里算计你啊 放你身上真的早晚要用完的 用完就用完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抠啊 就这点钱也舍不得啊 人家是拿给孩子 你倒好 还要拿去给你妈当医药费 那医药费你觉得不是很好吗 小孩才一岁 就知道拿钱给爷爷奶奶当医药费 我你看说出去多有面啊 说出去丢人 你没用 才去用这个钱当医药费 说出去我都觉得丢人啊 唉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那你有没有钱要拿给我妈吧 没有 我才刚生小孩一直带小孩 他们也不帮衬我 我哪里有钱啊 有时间在家跟我 啊 算计这个钱 你还不如去外面好好赚钱 懒得跟你说呢 以为我想跟你说得很